大家好 我是廷哥 今天是10月27號 我們來看有哪色的科技五報 我們看第一則 三大電商 針對雙11優惠已經搶線開打了 4K的電視 下殺8000元 PC用從10月底開始 有刷卡最高18%的回饋 刷卡儲值還有最高送12.5% Dyson的涼風清淨機有下殺48折 國際牌的10公升 清淨的廚師機10900元起 雅虎則是 就雅虎商城購物 他則是在10月25號到10月31號推 111的瘋搶購物節全佔三折起 然後最高可想天天有送11的購物金 Dyson的全館95折起 Friday購物他則是 每日滿額就能抽一年份的名聲用品 哇賽 一年份 另外11月1號到11月11號 全佔購買指定金額 可以獲得10%的遠傳幣的回饋 那雙11當天全佔消費呢 就送你10%的遠傳幣 那有一些限定3C的優惠啦 剛講的AOC的43吋的4KHDR電視 7777元 大同的10人份的那個電鍋 2550元 所以其實雙11真的快到了 大家等著看你的電商推出優惠 我們家也會推 到時候跟大家分享 第二次在昨天 iOS15.1正式更新 他加入什麼 加入SharePlay 就是叫同播共享功能 可以讓使用者在FaceTime的時候 可以共享Apple TV的App Apple Music 還有其他有支援 這個共享播放的App 那你開啟以後我們雙方的使用者 他可以有暫停播放 然後倒轉快轉等等的一些設定 那第二個他更新的 就是iPhone 13 Pro系列 正式支援了ProRes 那他這個開啟以後 這個ProRes簡單講 他就是一個更高質量的一個影片格式 那他也可以去還原拍攝的更多的細節 那在iPhone 13 Pro上面 可以達到了4K 30fps 但是呢 如果你儲存容量是128G的話 只能支援1080p的30fps 那另外呢 他也改善了 那個照片的App 在輸入照片或影片的時候 會有可能錯誤回報 那個儲存空間的 那個什麼空間遺滿的這個問題 另外呢翻譯的App跟全系統 也支援國語 那這國語呢 是台灣可以用的 國語 第三者 iPhone SE還是蠻多人問的 那目前呢 蘋果是傳出在明年的第一季 會發佈 也不是叫第一季 應該是3月到4月這時候 會發佈新款的iPhone SE 但呢市場的研究機構 執行長說 他呢不叫iPhone SE 3 他叫iPhone SE Plus 但其實喔 他有講說 不會有更大的螢幕 那他說螢幕尺寸 甚至於會跟iPhone SE 2 相同的一樣的4.7吋的LCD 這個螢幕 那他也會認同說 但是這隻手機會支援5G 只是 入媒喔 他有不同的想法 他說 在下一代的iPhone SE 會採用跟iPhone XR 一樣的設計 然後側邊按鈕 會保留呢 Touch ID 甚至呢 不排除使用呢 Face ID 但這個的市場研究執行長是說 他覺得iPhone SE的真正第三代呢 會在2024年呢 才會正式推出 那為什麼 大家會那麼期待iPhone SE 就是表示他的價格就是漂亮 CP值夠高 所以 為什麼很多人都在期待 新的iPhone SE 但我是這麼覺得的 現在才10月 等明年的1月 甚至於過完年後 我覺得iPhone SE的相關的消息 才會越來越明朗 大家就持續鎖定 今天晚上 會有Pixel 6 我們拿到了 然後也開箱了 大家可以來鎖定 我們是有Pixel 6跟Pixel 6 Pro 那我們就晚上見囉 拜拜